上次跟大家介绍过 牙筋叉位外露的情况 要记得 大牙是非常麻烦的 它有很多只牙脚 而牙脚这些分叉位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很难处理很难收到 在临床上我们应该看到些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里 这一种是正正常常的大牙 它是周围的牙周组织都很健康 你看到它很完美地包裹着 就不会出现了 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些齿根叉外露 而这一种 其实牙脚牙肉已经收缩了 所以就会造成这些外露的情况 外露的情况其实 有几个不同的严重程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 主要它怎么分叉呢 就是外露得更不重要 比如在第一个的情况 只是露了少少 我们有时候在这些情况下 做一些牙周治疗 最基本的 改善好口腔卫生 清洁 其实它有机会自己衣服 完全回复正常都不奇怪 而第二级的就是这些外露的情况 已经导致我们有些探针 或者有些仪器可以放进去 探针和仪器都能放进去 那菌 污糟 自然而然就会容易走进去 好像这里 X光片看到 这样 这个孔是特别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 如果做得到的话 可以做一些手术的方法 将这些分叉的位置填补了它 让它继续 就不会再外露 然后就不会再有菌走进去 而第三样 最严重的 就是这些外露的情况 很重要 由这一边 就可以通到对面 就是这样 打横的 整个牙脚叉 已经露了出来 这样的情况 又有什么可以帮到手呢 可能 将它重新生 或者加一些物料 去填充 这个可能性不高了 那变成了 可能就要做第二个方法 反而令到它的牙肉 再降低一点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放到一些牙縫刹 通过这个牙脚叉 每天都可以做到清洁的工作